一对正在买菜的夫妻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看来不只是对我们的镜头 他们对一切都相当好奇 常年离家在外 他们还是保留着家乡的传统 每周末晚上 他们要为家人做一顿地道的智利晚餐 可以帮你去你的地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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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你觉得什么 这是他在北京刚刚安置好的新家 妻子和两个孩子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北京 每隔几年换一个国家 几乎是每一位住外官员的日常生活 他们要么与家人分居 要么只能选择举家迁居各地 我认为要移住一个房子 要改变了国家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孩子们会生起来 我确定他会发现他的第一次爱情 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女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来说 Simon,现在是时候说再见 我会感到冒败的 当然,我会感到冒败的 因为我的工作,他会受伤 但这些事情会发生每天 试试这些 你怎么说的最大的负责? 家庭 家庭 一家的主要是住家 生命是反途的 不仅仅是反途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在一起 享受 漂泊他乡 唯一不变的 是桌上的食物和一起吃饭的家人 拍摄的第三天 市场开门不久 来了一位戴着头盔在买菜的男士 因为妻子工作忙碌 从德国移居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 都是由她来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给孩子一份周末惊喜 他真是位贴心的好爸爸 他安于一段闲暇的时光 时刻陪伴在孩子身旁 而就在不远处 另一位父亲却为了孩子远走他乡一生忙碌 二十年前 他孤身一人离开菲律宾到国外打工 供三个孩子在家乡上学 现在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 他也终于完成作为父亲的使命 不过 我认为我不想停止 我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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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会疯狂 中国人 是 为了什么他们想 所以他们应该问我 我才能帮他们 不少一点 太多 这是中国公司 这是中国公司的国家 如果学习中文的话 可以找到最好的公司 他们是一招一招一招 你会有很多的赛产党 是有很多赛产党的赛产党 杂货铺里有一位独自购物的先生 八年前 他离开加拿大 先后在乌克兰和中国旅居 人到中年远走他乡 似乎不仅仅只是为了冒险 离婚后 他独自开始了一场长达八年的异国旅行 而两个孩子跟着前妻在加拿大生活 他们都很悲惨 他们也比较年轻人 所以他们是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是比较困难 但可能他们看到这种机会 他与孩子漫长的分别 马上就要结束 人到中年了叛逆 也即将告一段落 我的想法是回到 Toronto 再生活回来的生活 然后再继续 然后计算了一旦我姐姐姐和弟弟 是时候回到家 再见 再见 在距离入口处不远的甘果店 有一位男士挑选了很长时间 她是一个法国人 在菜市场附近有一个自己的面包房 她的妻子是北京人 两人在巴黎相识 结婚后不久便一起来到了北京 我来找她的父亲 我来到中国 我没有说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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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过韩语 我没有说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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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过韩语 语言不通的她 凭借着自己的手艺 在三元里菜市场边上 开了一家面包店 在异国他乡 他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带来自己熟悉的味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